台湾啪啪照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 大家都很厉害 大家好,我是渔夫 今天要帶各位去 看一個叫做花蓮農場的交代授 这是这样,在日本时代 你若是做这种汤穿的穿上 哇,不得了 那个时候的汤穿大概是我们现在的台积殿 这类的就对了 算是它的台湾和各种台湾都非常好 那么在花蓮有一个寿风的农场 其实它不是寿风农场 它在日本时代是差不多叫寿堂场 寿堂场寿堂场 算是村长它的寿舍 那么这个面穿大概是250.6平方公尺 那么建后因为这个日本人都要回去 那么日本人要回去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走 包括当然是不懂事都要放在台湾 那么那个时候 就要由国民党政府来接收 那么这个农场 没有那么从边缀时 算是退伍会接收 我们先来看这个项皮 你说我这个这么大间 看起来真有这个气牌 这是这样 在日本时代的通常是 你若是村长 这算一级的主冠 那么一级的主冠 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他分作 这所说是分作这种 是一复建二复建 一与两与的 一与我们说就是 两与的 一与的 这间因为很大间 他們真氣派 所以呢 今次就 詹筋來大過 今次就去大後 變成蔣公刑館 總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搞到沒買來 什麼糖藏 農藏 一定都沒去 這個病醉 這是華人的文化祖珊 現在就把它收起來 收穫起來之後 因為很漂亮 所以這就是民宿來修容 所以裡面可以放很多房間 所以可以放很多房間進去那裡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這間房間 這是日本廚房 我當然看起來是很熟 但是這是在沖沙 這是在沖沙 都沒什麼清澈 我們現在就來看這張圖 通常這是有的比較簡單熟 通常日本廚房是這樣 如果要入味的收積 你知道 要入味到他們的日本人家的時候 以前先看到的這個叫做健康 這個健康呢 這是從沙尾 這是說 你去到那裡 有人家 你要先種到你的這個蚵仔什麼都要放起來 如果說到這個 去到日本廚房在放在那裡 會記得 這間大廚就是說你的鞋子的鞋尖要向外 鞋子的鞋尖要向外 我們台灣人家在放在那裡 就是鞋尖都向內 他說這樣有差嗎 你去日本人家的家 人家會覺得你黑白湯 你就沒教養 好 那麼這個鞋康呢 進去到玄關 進去到就看到這個蚵仔 蚵仔就是廣間 廣間 廣間代表就是日本人主要在日本廚房裡 在廚房裡 廚房裡當然有很多 很多廚房裡的東西 所以它叫做蚵仔 那麼 還有這個呢 本來就是蘇林的空間 這個蘇林的空間呢 叫做雜式區 就是座夫 座夫那就是什麼 它是國人的空間 有可能是它住的地方 它在睡的地方 再來有這個印階間 再來有這個蔬菜 有這個茶字間 這都是大油的 都大部分的 譬如說印階間就是在和人 剛才人家來的時候 和他做火 還有這個茶字間 這類的這些東西 像台索就是廚房 風雷就是在洗身區 便租 這不用說了 鴨露是在燒東西 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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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露是在做什麼 是在做 它坐在外面那裡 像是說 像是這個庭院的這個地方 再來這樣子 再來這個奧 這家長的這些東西 所以大油是用 這是主要 基本的這個空間的部地 是非常這樣 我們一起看看 這間花蓮農場 到底是怎麼做 這是花蓮農場 以前這作的藝術品聽說就是楊英峰的作品 花蓮農場裡面有一棟交代所 這邊也提供住宿 這個現在目前做什麼?招待所是做什麼? 就是提供住宿的 這個可以住喔? 這裡面有六間房 都是雙人房或三人房 雙人或三人房 像現在假日有生意嗎? 日本時代叫壽塘場 後來二次大戰被美軍轟炸 就只剩下在洞 前面有一個土地公司 花蓮農場交代所是在花蓮官的壽風鄉 這棟建築去在一九二一年 在日本時代是壽塘場的廠場宿舍 建築民宅是250.6平方公尺 這棟因為這棟街舟沒來大過 所以就變成蔣公行館 廠場 廠場的招待所 這壽塘場 廠場的廠場 廠場的廠場 哇 謝謝 這一個晚上住多少錢啊? 現在一定最多是一般人都可以大壽的民宿 如果有那個 有軍工站很榮民的話 會比較平均 平均大概兩千出頭而已 對對對 哇 真好耶 前面三千里有我旁邊 它有些是盒子 今天有人住所以不方便打開 它裡面好東西 所以這個是要自己把它鋪好 對這是三個人的房間 對對對 另外一間和這間很像 在旁邊這樣 阿如果是 租兩間的話 中間這個門是可以打開 還可以打開就對了 對對對 目前這棟是花蓮館的文化租山 高優花蓮農場 自己來管理 哦 這個比較會 叫啥? 這個就是大概兩千多 哦 兩千多住這麼大一來幾間 哦 哦 這個比較小 通家西瓜就是圈 不太會圈圈 哦 它是 哦 哇 哦 還有 印了還有 以前的那個長官 哇 所以我們 很有日式風格的雪花 我們這樣雪花不會 哇 那它的製作方式是 日去止情的時候 嗯 還要做出來 有 這雪花玻璃 開始 不錯 我們剛才有說到這個 湯匆 以前 日本時代 你如果是在湯匆做工具 這就算是 一定是 在台積電做工具 這樣就對了 所以我們以前的這個農民 還有一句話說 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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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工具 就對了 為什麼呢 因為工具 跟你說一百斤就一百斤 你這才來 你就明明說 我就賺兩百斤 我在 我們餐的 在餐的時候 就兩百斤 拿到你這裡 變一百斤 他就說 我就說一百斤 不然你是要怎樣 不然你是要買 還是要買 所以 如果有湯匆在那裡 譬如說 最近我有去高雄的 這個蕎頭的湯匆 那麼這個蕎頭的湯匆 那裡有一句話 意思就是 如果是住在這個蕎頭的旁邊 看到那個湯匆的這個 那個煙囪 有在那裡 噴煙的時候 就覺得說 這樣就有飯湯匆 那裡就是 很多人都靠到湯匆在生存 那是在日本時代 那麼新娘 這個湯匆也是一樣 這個湯匆就對了 那麼這間呢 以前也是這個 湯匆的宿舍 所以看起來很漂亮 很漂亮 那麼這個 因為它是這個 屬於這個湯匆的宿舍 所以後來 有被它經歷過 這個是這個 歷史的見證 那麼 到了前後 變成是那種 出菜的時候 湯匆的人 這個國民黨政府來講的時候 湯匆的人如果出去了 就 可以來帶這裡 這間呢 曾經的 李定輝和 丹水美男兩次的總統 去那裡 大過 所以有人說 他就是 總統的宿舍 總統的行館 就對了 總統的特邦 我們不要說到封建的位 好來 再來看看 這間 李定輝和丹水美男兩次總統 大過的地方 這是新娘湯匆 這間是早期日本時代 減水港舒適會社 社長的宿舍 因為這 政總統 李定輝和丹水美 都沒大過 所以人叫做 是 總統特邦 社長宿舍 前後變成是新娘湯匆 中秋長的宿舍 活動連儀中心 這人家最最最是 新娘湯匆 府入貝 活動連儀中心 第三個最最是 原港第二公差宿舍 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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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模掛起來也非常大 收穫的工作聽說沒什麼難 很多人也希望這宿舍群可以重新收穫變成新的收穫 如果要做的話就要趕快 不然等到這些廚房都搬走了 那麼在日本時代 因為這個 算是日本開始向南郎發展的時候 那時候日本就想到說 我應該要來做一些海外短波的好處 就是放送 做公佈就對了 所以他就選在民鄉這個地方 設立了一個公佈局的地方 那麼這個公佈局後來變成 貨索局局 放送局 那麼這個後來變成 我們中央公佈電台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很多是國家公佈的文務官 那麼 這是在1937年放送局局 放送局局才做起來就對了 那麼開始呢 因為很多人要來做這個 奉送的工作 所以呢 在1940年的時候 開始蓋了一些宿舍 那麼蓋了這些宿舍裡面呢 其中呢有那個 縮長呢 已縮大的地方 當然你若是縮長大的 那也是很好的家 來看一間 縮長在大 當然就要好啊 要自己一棟了 不是去跟人家公佈 跟人家公佈 跟人家公佈 他自己住了 所以呢 這文是屬於日本時代 縮長劇 或是秋長劇 的屬下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看 這屬下 是日本時代的叫做 有2006公佈的 梯形天線鐵塔 通常的環圍 會讓人到 東南亞 跟到中國 江蘇省 跟南京市 頂頂的所在 這就是 日本時代 江蘇人員的屬下 跟到交代所 這個作品 叫做 永恆 可憐 目前在灣區裡 有保留了兩種屬下 有保留了兩種屬下 有兩種屬下 這邊,這裡是假面,這你要看吼,這就是,兩棟,拼在一起,所以這裡有兩棟 這裡看起來是,又在修復,所以這整個是宿舍區,這裡還有一個草門,很有意思 來,過來這邊看 這兩棟老館的房子,應該就是交台租樓 台灣的設計都很頂 日本是有通商的館,都有通風口 不開,也不開放給人家進去參觀 旁邊看,這已經開放一陣子了 開放一陣子,但現在沒開啊 這裡堆了一堆東西 阿修好,看是沒有開放,還是什麼原因 這個怎麼沒有開放 蛤? 這個怎麼沒有開放 有人來這裡打拼 有人來這裡打拼嗎? 這個因為襯子很漂亮,會不會設計 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這裡陣子因為抵當,燒了一些破壞 哇,連旁邊的房子嘛,嘿 這裡有情調 是只有兩棟空一年,阿修小群在兩棟空九年,歷左時歷書簡調 原來有決定收穫在2015年的時候收穫完成 2016年又因為地黨受到破壞 所以老屋活用的業務就中斷了 好來,冥鄉看完之後呢 我們自己準備要來婚禮 不過現在在這裡再說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說有人說高雄叫大狗,冥鄉叫大妞 是因為電信住了兩隻後來 兩隻狗和兩隻後來,兩隻都跑出去 朝一到高雄叫大狗,朝一到冥鄉叫大妞 這是說笑的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要去婚禮看永翠閣 長這麼大,你看就是這個八十年 八十年,這是在這裡原生的還是你還要... 完全的,這裡本來含一十千塊就... 500年就你會種了嗎? 來,我們現在再來看的這棟是在婚禮 婚禮有一個地方叫做在後衛那裡,叫做永翠閣 我們要知道的是說,因為這個後衛以前有唐都之稱 甚至說餘下的藤手也非常多 而且還非常大 所以他們在那個地方的冬風就行見一個 算是說在交代貴賓來後衛、後門的交代塑 那麼這個交代塑的先生,你看看是很氣派 你看這邊是不是很正的 這個來,算是從這裡走一遍 這樣你就覺得看它的氣氛打開了 裡面完全都不一樣 那麼到現初時來 這個算是說他當車,我還記得 那個時候叫做田中鐵太郎 上面那裡有一個動作 上面有下的田中鐵太郎 可能是那個時候的郡守 這個郡守他就... 因為他名字屬在上面嘛 所以這個認為這是算是說他來主得的 一個郡域守的招待守就對了 那麼在八十年的時候,這是當地 台灣人為了要對抗的國民黨 那時候很占卜的軍燈 看著人們就打開了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很多台灣這些人 他就接在這裡討論要怎麼安定這個社會 那麼這間呢 後來我記得有去看過我們一位 經濟的這個經濟部的副部長 那麼他有記錄就是說 他叫做洋雞泉 他那時候有說到他曾經來這間 你要知道這段變成是國民黨獎牌 國民黨獎牌裡面是貪官污吏 就都在這裡喝得茫茫茫 那時候他們是來這裡視察 視察的結果呢 他們就把搖車來這裡 晚上就說這樣喝到 他看得很沒關係就對了 後來那麼目前一定收穫了 變成是藝術和音樂對話的一個空間 我們來看看這段是在什麼 這間是 這間是以前的官邸的這個招待所 在在我們貨賣團卡公的旁邊 你說什麼人的招待所 這個官邸的招待所 是 所以叫做 名字叫做永翠閣 就在大人家公園旁邊 現在已經 也是跟他整理好了 已經完全落成了 非常漂亮 所以這個想說 如果日本市場有重要的人都會來這裡 那現在我來的過 怎麼會來這裡 這裡沒有 那個 湯窗的部分應該是 比較窄 比較多 後面的湯匠 百年湯匠 裡面的招待所 比較多 永翠閣 是在 1939年 交合14年 的時候 落成 有什麼叫做永翠閣 聽說是這樣 發音叫什麼 游水閣 游水閣 然後有人翻 游水閣 有人翻 永翠閣 油水閣 跟永翠閣 對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可以來走走的吧 好來 那麼我們一開始 先說到華人的農場 那麼開始 台灣的民間某人 開始去設計這種農場 在這個台南的 流氧這個地方 有一個 有到這個 南丸潘進 所做的 一個農場 這是唯一 在到這個 合法的證照 他本來是要做他們的 原工的休閒聚會 但是越多越大 全區呢 佔地是差不多 25公斤 那麼這裏 有很多 這個 很久看到的 這個植物 還有包括 這個 無機界式的 遊樂設施 比如說 你有當時 你可以在那裡 他可以利用 這個 台族人 元宿的這個景觀 跟這個 農村 的這個 田園 跟這些 文化主題 都整合在一起 目前 蓋在那裡 的時候 可以發現 有73個金點 39個的生態區 而且呢 這個 樹枯的花肺 都有 這是 算是全台灣 目前說起來 是一個 一定變成 最大的 植物園 去看的時候 甚至有 80幾種 的植物園 而且呢 它保育類的這種 植物園 有 差不多 二十幾種的植物 而且 很重要就是說 裡面有 五百年的 雅棟手 跟 兩百年的 七里香 全部 裡面的手 我聽他們說 已經有 一百五十年以上 你看 這是 它的 景色 那麼這個地方 今天有 一道 陪陪麟先生 十五間 去參觀 那時候我也不可以 去就對了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非常地美 所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地方 就是藍原花園 休閒農場 這間 你看到的 就是新興趣的飯店 今天 我是特別來幫它 試試一下 這個人兩個 精尺 喔 這麼大間 好大喔 好大喔 好大 好大 這個飯店 其實是我們 美妻的 親切開的 我是上來 所以 它一開沒 正前 我就一定要來 幫它 試試一下 現在來 喝咖啡 我告訴你 它就是台南最新鮮的 東山咖啡 稍等咖啡喝完 就要去油香料 唉唇 古早實在的 綠色 像 老婆200歲 好 這個 綠色 像綠色 小的 老婆200歲 紅藍花 真的有 沒有 對 不會長鳳梨 不會長鳳梨的 但叫鳳梨花 因為它這個品種 就是把它 鳳梨都改良到很小 幾乎快沒有 最主要是看它的花 把它變成觀賞花 對 觀賞 大豆那種是美人樹 對 它這個更大會比較大 回一度就對了 對 大火 兩百火 它很香 它都是被人家當作像這種梨打樹 很少長那麼大的 對 長這麼大的一看就是80年 五百年剛出 這是在這裡原生的還是你還要 不然種的 這裡本來含一種種 五百年以前你就種了 沒有 我一直都不像你 三粗葉 一二三粗葉就是初來的春 三粗葉邊緣有距離 一般的幾輩 一般的幾輩都是分叉 那是牠的分叉 這是牠的 牠的 牠的 有一隻猴子嗎 牠的牠就有了 過時其實有 那些稻釣的猴子 對 這叫狐春樹 狐春樹 很好來這裡還有不用魚的豆油 所以在這裡學了很多的手 和火的名字 或者用水 叫椰子 教堂日式大關元 俗節日式大關元 這其實有毒 有毒 教室說那裡不是 現在是這棟孔雀蜂 鳳凰樹剛剛你看鳳凰花差那麼多 來到這個地方沒有看回復而已 動物也有 這棟孔雀蜂 他們那一組好像在裂三槍 他那裡的震狼力很高 在哪裡啊 這棟孔雀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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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阿滋 哈囉 阿滋喔 她有說阿滋 她說什麼 哈囉 她說吃到10分鐘 她說什麼 她會說她因為人家都要夾夾 她就好了 還蠻蜜蜂啊 哈囉 哈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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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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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笑 阿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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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地方這麼大 阿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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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台阻阻阻,都老过,所以就是这个潘满安,他就想说,这样是不是可以搭造一座,是算我们这个管民公横,所以他在利空一般年的时候,就开放了一季,做第一季,第一季做后,利空一般年才开放,那么那个时候呢,有差不多是高空去,那一定整理好事了,先开放给我们这个,一般的管民可以去, 去投就对了,现在在整理,在去,去到一般说,那里还有一个地坑,那地坑是算说,他的东西在做一个,算是一个留下来的一个遗迹就对了,他就告诉他,第二季,第二季,所以呢,第二季做下去,目前已经整个都做起来,做起来实际上是很厉害,国际上,他就非常多的建筑, 建筑中,比如说美国有一个,AA这个中,那是在这个,算说建筑界的人,大概都了解说,美国这个,做AA的中,算说这是,A加A,A Awards,就是Architizer,加Awards,这种中,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中就对了,这个中,这个地方非常漂亮,我们车来看, 这本地是一旧空九年开始的冰冬糖唱,冰冬的旧地名叫做阿狗, 这几山都不像高山,这些特山都是博狗,这些是中到冰冬所有的地名,都把它射起来,还有重要的鼓励,这是加冬的小家骨厕, 哇,这在防疫期间,不开放使用的一款,这不单是以前的冰冬,也是用甘贼来做转的冰冬, 太阳能板, solar panel, 哦,这些是老银,台语说的,蜡蜡, 这只不靠这些所在,有很多种籍的艺术, 这是用货柜所做的,一个空间啊, 这些珠子的珠,做成这一只笛, 这是象征大家当起笛吗? 后来,这是凡尔赛公的山脚金字塔, 这些珠子在这里, 我在这里哦,公共变所非常清晰到很清晰, 后来,这个变所是幽广的, 这条叫做台阻铁, 外屋就是圆着这条铁的设计, 正点是吗? 哇,原来,这个珠子的, 点得比较漂亮 从这里开始,要走进去一个设计主地, 现在要进去蜜镜花园, 这个地方有20公斤大, 是冠长帮明安在骑下车的时候发现的, 最初他就希望能够同心整理, 荷花池, 中间会三点九夜, 最后他做到冰冬冠冠冠冠冠冠冠, 这些鱼, 买到, 用了五年完,分装两棋开放给民众输用, 这些水花的设计, 不然是水而已, 整个圆区里面, 这些温算好, 这些有水,有凉风吹来, 还有印, 很好的, 这些有水, 这里叫做地坑, 这个设计, 改成在这里, 看过啦! 哦, 鱼, 鱼, 安妥山咯, design of desco, 来, 正前方就是, 由那个筐, 那个筐屏, 走进去, 由这个楼, 慢慢的, 回游过来, 造成在日本的一种, 回游空间的设计, 这设计就有, 就有艺术了, 整个团场, 在地坑里面, 中到当年, 藤匙整个模, 把它做出来, 这应该是用, 奈何工做的, 藤匙模型, 正面是拥多的, 藤匙模型, 藤匙模型, 藤匙模型了, 擀检新生的, 这就是我们的。 深深不息。 现在的变缀是我们, 我們一樓公園 我發現到這裡不可以出頭而已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親自去研究 這有一個斜坡 看起來可能是一種在做白蛇的水柱嗎 這是什麼 我們說標語嗎?看還沒什麼想 這是什麼東西 是流出來的 看起來不像石頭 這有水柱 誒 這是在做什麼 這是輸送 輸送什麼 輸送甘蔗 我們做的從這裡拿起來這樣 就是它有鐵櫃的這裡還沒有 這裡排水 排水的喔 這個地鐵是在一基的工廠重工後才發現的 所以冠府冠軍鄉長中央 聲稱第二基的工廠經費 哦 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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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通過 是要說到建築後面所代表的文明的故事 所以我們常常說到的建築都是說湯匠 對台灣的影響 那麼剛好我們要來休息一下說一下英式文化 也要說到台灣英式的文化 不是說它太好吃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我這叫你的爸 我們曾經有說過 在華年有一個叫做慶修院 慶修院當然是日本時代的禪室 後來因為日本人戰敗回去後後流下來 那麼慶修院目前算是在華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觀的景點 那麼去到那裡的人 旁邊有一間燒仙草燒仙草 這仙草大家說仙草不是不對應該是仙草 仙草的東西很趣 但是我們先看一看它賣的仙草是什麼型 而且還有很多有名的客人 有影視名人 曾經也入選為微笑台灣的微笑商店 所以大家來作為看一看 鮮湯 我們可以吃鮮湯 我們是鮮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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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湯三十五 鮮湯 鮮湯 鮮湯是焦白嗎 鮮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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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邊 聖修院的旁邊 如果說到這個仙草的這種處理方法 我曾經在圖峰的這個中立 看過一間叫做上徽仙草 要很精力 說要特別高又爲起來 那麼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這個仙草其實是漢字漢名 如果是庚檔位呢 它叫做涼粉草 我就不要說庚檔位了 所以有這個涼粉草 所以用法義來講 那麼草傘呢 草傘就是中秋和汕頭的那個地方 他們叫做是炒瓜草 不過我們因為這個草傘 他們會跟我們的台灣會比較接近 所以炒瓜草應該是對的 還有一種叫做仙草 有人叫做是產草 還有什麼生草 還有山草瓜 山草 古丁丁一大堆 那麼我們的原住民有看過山草 當然也是有 所以原住民的這個泰雅族 排灣族呢 他們本身呢 都有看過 都有這個山草的名稱 那麼山草呢 它差不多是在台灣 它分佈在這個新地區的這個 就是館蝦 瓊嶺 那個地方 跟著廟立關的這個銅鑼山藝 所以現在大家都要說 我就是仙草的故鄉 尤其是我們知道的這個 特洪的毛子 要說他們要辦一個什麼仙草 之類的就對了 所以這個仙草在聖宮 在台灣是變成非常重要的一種 音療 這是我們的量銀 這種的呢 如果是仙草是放越久 它就變成是它的零交度會越增加 所以很多人 變成說這個仙草 是用來吃這種 這個納涼的就對了 來 我們走回來看看這個仙草 走出桃園捷運A21環北站 鮮草豆花來去吃吃看 這家上輝鮮草豆花店 已經有二十幾年的歷史了 對面那家張豐盛商行也是名店 鮮草的製作其實很複雜 鮮草番薯籤跟米漿是基本的食材 免費哦 試喝哦 嚯备哦 除了仙草之外 這裡還賣很多乒乓 為什麼呢 熱仙草紅豆湯熱豆花 珍珠、奶茶、豆漿、豆花、大汉堡 仙草做好後,要放上六個鐘頭 然後才會結成果凍的形狀 這樣子啊? 蛤? 要仙草原汁嗎? 仙草原汁,那會塞 轉貨架就好了 哦,原來還有二樓 熱的 冷的在這邊 哦,冷的在這邊 哦,謝謝 謝謝 可以拿到樓上奶油 這個奶油球可以淋上去 對 對,在樓上吃 為了拍攝,還刻意爬到二樓上面來享用 這一盤仙草上面的配料還真的很多 上面印有一個上字 要讓你記住 這是上輝的產品 淋上奶精 好啊,這樣淋上去 仙草在一般民間來說 它可以清涼退火 還可以防中暑 它的結凍過程都是天然的素材 熱的 裡面有什麼 就像 那樣 它是可能比那些料得少 十步 哦,哦 也太窩了 什麼 窩了 什麼窩了 它窩了之後 你看,一點 一條 一條 不知道這裡有肉 注意看 這裡放我去吃東西 這家原來是在1991年充電 強調用大鍋蒸煮讓仙草的香氣給逼出來 然後做出紮實香Q的口感 仙草原汁是天然仙草乾製作而成 要直接喝或者燉雞湯都可以 他們還有仙草四果冰棒 這樣子可以吃到草本的清香 豆花當然強調優質的材料 紅豆嘛,大家都知道 屏東的最好 這就是桃園中壢有名的仙草豆花店 好,這樣你吃起來吃得好嗎 我們後天準備要來講到這個花蓮 有一個工廠裡面 有一間給國內社的審査 國內社是什麼 來,我們後禮拜同一個時間 再會,我是餘夫 拜拜